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的话题可真是多元而有趣 从人均GDP的讨论开始 我们探讨了为什么中位数可能是更好的指标 来看待经济不平等的问题 还有那些涉及到医疗开支和信用卡利息的GDP数据 究竟能反映多少实际的经济效益呢 接着我们转向国际关系 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局势 听到沙利文和布林肯的最新动向 我们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外交政策如此重要 而且还有关于科技和经济的讨论 未来的竞争力将如何影响这两国的关系 真是让人期待未来的发展 最后我们也聊到了文化和历史 从印度的多元文化到中国的传统色彩 这些话题让我们感受到文化交融的美妙 即便是技术的演进 像是芯片和无人机的发展 无疑也将对未来的军事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实验说 例如人均GDP的讨论 事实上 如果六位分析 就发现其背后的不平均 可能更能说明问题 Zimon说 人均不如中位数 更能说明问题 实验说 对的 关键 财富的比例 Zimon说 GDP本身也越来越不具备说服力 比如美国的庞大医疗开支 甚至信用卡利息 皆计入GDP 但有多少实际效益 还有律师费用 对于劳动生产率或者幸福感的提升 有多大作用 实验说 外交事务里根没有赢的文章 关于苏联接铁的神话 深刻时间20240906 他提出 BVLFTKK111 海牙说 开个频道算了 点点合余海 一页下话先亏 说 这个赞成 但按照GDP去看经济 早已经是经济学的重要指标 实验说 等你我退休 可以和海地地 Simon说 老人与海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一页下话先亏 说 哎 实验 皇上 这是小陈听您说话 总结的忘义之词 一点点小小的不同观点 明哲 说 河海太学 说的什么 哪一期啊 实验说 内幕 美国筹备大基金对付中国 沙律文明协 白工头脑分泡 意识性组成财富基金 建在写上 又读解析 2024-0907 明哲说 想学就学 学习中国的精神是对的 看清现实事 才能搞定中国 Simon说 沙利文自从两年前 在布鲁金斯 发表那次国政演说之后 就越来越有 白工发改为主任的架势 这次来中国 看来又取了真经 玛耶布文一说 布林肯已表示 不在下届任职 眼角含笑 很合时宜 玛耶布文一说 撒马尔罕 铁木尔的陵墓 乌兹别克斯坦 对伊斯兰文明 起了井木之心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上一期的周六八点呀 一看就没好好学习 我虽然记忆力不强 听一半露一半 但最少我有上课 At Tencent班长 我举报 明哲不好好学习 亚人说 沙特这边女的 裹得跟个粽子一样 但是背的包却是Alvy 玛耶布文一说 别误会呀 我可没满世界旅游 好在现在可以 乘着别人的翅膀飞翔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外景 是不是学的人家 也没有超越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阿老中 以下是路透社报道 标题和概要 川普激励基本盘 无大学学历的白人劳工 乌克兰称俄发射的无人机 纵身到基辅市中心 波音的航天器返回地球 没带回宇航员 法国左派集会抗议 马克龙新任命的中右翼总理 实验说 苹果的iPhone 16 将于周一推出 基于MI金射机架构的下一代晶片 这标志着 这一家库北地路科技巨头 推动为其智慧手机 带来深层性 人工智慧功能的最新一度 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 苹果Tapsworth 他那婆英天 正在周一的活动中展示 18晶片 而公司将采用 阮林旗下的 M型的B9晶片 设计在其智慧手机中 苹果在iPhone上 采用B9 将其总收入的近一半 标志着 I'm from TomStream 5 B809-54,760 O920-435,100D798的推动 TomStream 5B809-54,760 O920-5,400D-435,100D798的推动 M型的多年是可惜 而执行者Rene Ha 曾表示B9的版社是上一代 第八的两倍 Tom Stream 5B809-54,760 O9-54,760-54,760-54,760-54 菲律宾造成伤亡 中亚确实是伊斯兰文明 人种也多少属于突鹊 我不赞同国家分裂 但也理解老微的一难评 HTTPS U2B0SC79H2YFO 世界最著名的探戈 Pornikabaza 黑色向上箭头 San How说 HTTPS Horan Osticopic.html TopCit等于3045534 史业说 和朋友到附近镇上 喝杯咖啡 看到了这个支持川普的标语 未来几十年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都很激烈 博恩斯大使喊电 向他画一些线衬 大家吃 B0下话线衬说 漂亮 再换上中国传统色 就完美复原了 HTTPS 3W.JohnNanical.com ArticlesChina Colors 话说 前几日听你讲 AI作画最难的再创意 我有一题为难你这观点 拨提切力的神曲 可否完整高清复制下来 因为实在找不到这幅画的高清版本 只好拜托你了 眼角含笑 谁说别 你好美国亲你什么样的中国人 宋文安静的启示 西级的投资 免税非洲 是大战略还是大撒比 赖清德的领头录 北京怎么看 周六八点二 二四 零九零七 在文静事业之外 十一日花了 点贴时间 为思考 走路恢复中国在 前周 前周 是不同的 海生意味 杰伯王说 九霄龙云惊天变 风云议会浅水游 玛雅伯王一说 足球论证 杰伯王说 冯老师博学红儒 雅量高智 才会有六度人 亦得一心推举他 是问冯老有何过错 比有瞎话 现称说 最近又一次 迷上了印度 以及印度和中国 之间的问题 主要是归因于 玛雅姐推荐的 一个公众号 随水文存 子军曾常驻印度 又是资深旅友 兼摄影师 和常文爱好者 写下大量高质量文章 实在让人羡慕 眼角含笑 印度和中国的问题 很快会成为 下一个热点 推荐老何听一听 微信不用读 听就可以 感谢马姐 atmoyable1 很多对印度文化的解析 系统回答了 我长久以来的问题 他们怎么在西方世界 混得这么开 at海牙 附上一个 他关于麦克马红线的 文章链接 https mpwexenqq.com sdhade6tm4ubjq4 jrclear 甜点 说 这就是张信教授 笑说不能读历史的原因 很多历史资料查阅很辛苦 整理很多 到头来不一定是事实 且看且听且珍惜吧 直接老何于海 福克斯说 原画高清重现 是一爱的另一条技术线路 纯技术线 属于图像优化那个层次 在法医界属于指纹重构 在军事界为目标识别 我是干不了的 眼角含笑 眼角含笑 不过七月份 我无意中干了差不多的事 画了四个场景 一轮回之路 二地狱之门 三通天之塔 四阶层之歌 今天您这么一提 我还真觉得挺像的 主题有接近性 不过波提切利 波大爷 在现实社会的阶层分布和流动上 是这么阐述过 您帮我大唱一下他的歌词大意 中国传统的配色 的确是非常牛 不说成话的样式是如何 光就这配色 就有很多韵味 只打打前额叶 喜极而泣 喜极而泣 改天我试试 将已有的配色方案 形成具象的话 毛也不吻一说 阿波下话现称 据说他是上海人 去了一个在印度的藏人 福克斯说 我也前几年听过他的东西 当年疫情 他讲述着自己在印度的情况 点点滴滴很有意思 不知道他们家娃的中国户口 落地没有 后来没怎么关注我 他写印度以及中国的文章 在印度好像也有一些压力 六下话现称说 是但丁 神曲 插图 据说你播大爷的话 是理解但丁这部作品的钥匙 即密室之钥 解读还是以后有机会 在帖子里把洗击而泣 福克斯说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买了三套书 莎士比亚全集 神曲 资本论 就一个字 每个字都认得 但看不懂 不过是他们的风格没忘 时间过去很久了 不知道我爹娘搬家 是不是把他们处理了 比尤下话现称说 娶了拉达克姑娘 在西段克什米尔辖区内 Ad福克斯他这几年离开印度回国了 在上海定居 最近写了些关于莫迪 印度工业化发展瓶颈 国家认同 构建的思考文章 和我们聊的有相近的地方 也有很多思考 值得你有时间 再去听一听 福克斯说 抽空 补一下课 石英说好的 福克斯说 一 如果美元降息 这个基金倒是可以 作为一个蓄水池 规模也不小 所以资金来源可以是这个 二 私营部门投入主权基金 这种动力需要考虑三个 较高的收益 但事实上 主权基金的收益 相对是低的 选投项目的合理性 私营部门的爱国心 我看来看去 觉得巴菲特老八爷 可最后更是一把 三 如果特朗普提出这个 美国某个媒体某个记者会说 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产业政策 还很像小胡子画家 在当年的德国经济起步时做派 四 美国的能人意识 还是要从美国的长期发展 规划入手 而不要老想的丧失第一位 一定要掐兔子 所以到北京发行人民币主权债 获得人民币的支持 为美国发展背书 也是挺有远见的 大手牵小手 世界和平 五媒体也是经常起哄嫁秧子 包装美国遏制中国 是最紧急的事 把好多选民都带歪了 实验说 后客外国企业到中国 不是因为劳动比便宜 而是什么呢 现场20240907 他需要看更多戏 我在看周六八点 讲到宋文 讲得很吓人 福克斯说 是的是的 资金来源和运动方式 成为将成为各方政客的主要争夺点 筹钱 分钱 以及谁来统筹 毕竟说是1.7万亿以上 好大一笔钱呢 西文说 读完了 写得很靠谱 实事求是 除了最后三段 那有IRA 外有PGAI 都需要大量投资 实验说 美国在科技 经济上 可能未来 有飞跃式变化 这算是美中现在关系 最好的提供 斯卡文说 颠覆性原创 还在老河那边 实验说 这一直是我期待的 福克斯说 据未经第三方确认的消息 埃及将用歼10C系统 从飞机到导弹到态势赶支 替换过去的F-16 100多架 协议于今年8月19日签订 我对这个消息 现在的态度是 不敢相信 美国政府在中国发债 借人民币 如果这样 就说明合作了 实验说 美国光是打击中国 未必有最好的结果 最好的结果是 双方比亚 中国必定买美债的 叶青说 也可能是中美同时 发生这种变化 实验说 当然呀 中国正在进入 第二次高速发展阶段 所以说 新营养人士加速师 福克斯说 不 应该是美国买人民币债 实验说 这个我需要请教专业人士 福克斯说 美债记远远没有标的做支撑 叶青说 叶青说 目前看来 新的技术变革 很可能在中美两国率先发生 欧日等感觉有些掉队了 斯克文说 老何 现在中国在应用方面的推进速度 无法想象的快 日日新 实验说 今天和朋友喝咖啡 他又跟我讲了中国一些企业家 学者的绝望 天保网说 不叫日日新 是日新月异 我今天听到也很绝望的消息 心又寒又凉 实验说 我说理解 没有办法的 历史已经开始进入另外一页了 叶青说 新产业忙得要死 有时间喝茶绝望的 恐怕就是要被淘汰的那些产业吧 喜极而泣 实验说 差不多中国老前80年代后一家 斯克文说 昨天新闻说了 新增外汇储备318亿美元 说明出口势头强劲 但结构发生巨变了 不再是普惠的低端制造业为主 而是以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了 甜点 说 早上看到的 还没来得及 问你可信度 说从这也侧面证明 这10C不亚于F16极额是那款 叶青说 都说新三样 其实至少新六样 汽车 太阳能 电池 还要加上无人机 传播 成熟制成芯片 斯克文说 芯片也出口 好家伙 不得了 叶青 说 只是成熟制成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1至4月 中国出口集成电路887亿块 同比增长8.5% 集成电路产量1354亿块 同比增长37.2% 斯克文说 不得了 程大厨 说 老比尔写字长 看的文章更长 Roflow 粗略从头到尾扫了一下 基本就是金灿荣 两三个小视频里说的东西 一个意思 叶青 说 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4年前7个月 中国芯片出口总额 达到6409.1亿元 超过汽车 手机 家电等传统出口项目 仅次于船舶 是国内第二大出口产业 斯克文说 也不是不可能 沙特也买中国武器 近期不太可能显著购买 哥特特0000说 你听他们吹牛逼 喜极而泣 斯卡文说 真不是吹 是真的 斯卡文说 搞一个债券互换算了 福克斯说 武器贸易是后面实际上代表着军事系统的整合 以现在体系作战的思路 埃及如果进口歼10C 那么同步会有 一歼10C的机身 二歼10C的武器系统 三 以及中国的战场态势感知系统 想想埃及的地理位置 以及埃军军方长期亲美 不敢信 斯莱门说 你只要有一个地方 还是热的就漠视 比如军火出口 斯卡文说 对 补充得好 军火也在统计范围内吗 叶青说 军火出口这几年一直在降 明哲说 没错 有些人和事是时代变了 被淘汰 斯莱门说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 作者的第一手资料 很难得的 是吗 叶青说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11日发布关于军火出口的年度报告 中国武器出口在2019年至2023年 比前五年下降了5.3% 延续了之前出口预持续下降的趋势 2016年至2020年间 中国武器出口 中国武器出口相比前五年下降了7.8% 此外 外交和各企业去非洲的人数会大增 但航班够吗 安塞俄比亚的气候应该比现在的重庆好受些 没去过 只是估计 这次大会 好像摩洛哥和突尼斯没来 Guten Talk 0000说 这份报告之反映了一点 中国人的聪明之处 明明军火买卖越做越大 数据上却毫无涨势 笑容可拘 叶青说 估计习大大拿个小本本 把他俩都记下来了 喜极而弃 Mai Bony说 给大伙儿拜信了哈 我认识的一个印度通告我 此人很啰嗦 所以我自己就没看 但写得这么详尽 无论如何会有货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极简 尤其搞研究的 程大厨 说 我就感到 他对印度的看法和金灿荣一样而已 没别的意思 Zimon说 应该有中国军火出口到非洲吧 关键细节就在琐碎中 Fox说 来了 最大头没来 理解万岁 都有难处 没来的是 斯威斯兰的大皇上 Zimon说 埃及武装也不完全是美制 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素质 除非是美国盟友 不然将来各国同时拥有美制 中制两个系统应该很普遍 Bio下话线Chan说 最后是作者价值判断 不认同很正常 明年我也去走走G219 喜极而泣 Zimon说 哪天 土耳其买中国战机 也不必惊讶 他说 山南是藏区精华 说得很有道理 走的路多了 见识自然就不一般 Fox说 你要说 一连往东砸手榴弹 把M57和弓42都给我端上来砸 这问题不大 但一到无人机系统上 差别就大了 美军必须惊讶 Zimon说 技术我就不动了 美军已经害怕 至少太平洋舰队 Fox说 你可以理解成 特斯拉的大陆版 上华为自驾系统 Zimon说 全球南方特色 Mai Bonny说 黑神话 悟空沉浸感剧情大电影 通关剧情 你真的懂悟空吗 玩游戏的再看看 不玩的当沉浸感观影 点燃全球的爆款剧情 比电影还上头 有人送来一个三小时的视频 如果不玩游戏 光看视频 戏端向之下 这美猴王不太像国人 是不是为了普世 Fox说 像马斯克 Mai Bonny说 从哪里听说 他略有中国血统眼角含笑 叶青 说 应该不大可能 战机系统必须要 揭入北约的指挥作战信息链中 中国战机加入北约信息链 恐怕中美双方都会马肝打狼 Fox说 武器交易的改变事件 都是标杆性的事件 都将意味着后面很多东西 叶大爷 我给你传两个小道消息啊 一 中国在大力建造 零七六电磁 弹射两栖登陆舰 五万吨级 估计近海都是它 二 中国白送两艘056给柬埔寨 Simon说 北约于土耳其就是鸡肋 Fox说 再附加一个巴尔地摩那艘撞桥的船 跨越千山万水到中国维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